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前任的那个电影 他把这首歌定为主题曲 但是导演点名让我再重新演绎这首歌 然后重新编曲 重新改编演绎 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个缘分 然后我也不知道会被大家 我的这个版本会被大家听那么多遍 但其实袁雅薇不是原唱 原唱是香港女歌手陈永彤 袁雅薇唱《红乐歌》 在台湾打开知名度还来台发片 谁能让我找到答案 以后全部都存在 可就不存在 我接触到的人 包括经过就是接受这些采访啊什么 我感觉整个台湾让我很舒服 黑糖 仙草 我觉得很好喝 因为我平时我是一个喝白开水的人 就是我很少喝饮料 但我昨天喝完之后 我说今天我跟同事说 我可不可以再要一份 过去袁雅薇是大陆歌唱比赛 长盛俊 新专辑情歌同样唱出恋爱新生 这回不仅来台发片 连MV都在台湾拍摄 对因为爱上台湾的蓝白拓 掀起讨论 是否还能再创造情歌记录 粉丝拭目以待 三菱新闻 总共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